本视频由Tobier原创制作 汽车行业中存在着各种套路 其中有不少车型都是属于一个平台 而且汽车上的主要零件 发动机 运速箱等都是一样 还有配置都相同 但是就是因为外观和标签不一样 其价格也是千差万别 其中最具点型代表的就是天翼C5 对于那些对法系车深有了解的朋友 都应该知道 天翼C5这款车还是特别良心的 天翼C5这款车的最高配是4008 这款车与它的同期4008标志相比 其余车场与轴距都和标志一样 就是在车宽和车的高度上有所改变 天翼C5因为造型上的原因 相对于标志来说有了很大增长 不过对于天翼这款车 还是难免面临被吐槽的尴尬 这主要是由于除了顶配以外 其余的都是使用的鲁素打灯 虽然天翼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改变 保留了顶配才有的雾灯 不过却在位置上又设计的不够好 因为位置太低了 平常还好 一到下雨天就很容易被捞水给见脏 清理起来又特别麻烦 第二就是探戒者 这款探戒者和昂克威 在技术上都是通用的 不过探戒者与昂克威相比之下 探戒者更低调一点 这款车是属于一款紧凑型SUV 虽然它和昂克威使用了同种发动机和变速器 不过在空间上 探戒者对象不足 这些车都和它同系列的车箱比 其技术配置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价格却相差很多 仅仅只是因为雕属不同 不过对于想要买车的朋友来说 这些车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